来 多吃点 你看看 这几天都瘦了 如果 他们知道我不是谷家的孩子 还会这么疼我吗 别这么看着孩子 这样会吓着他的 蜡薇 没事 你爹呢 他不是吓唬你 他是舍不得你 吃饭吧 快吃 老太太 古大夫 你有没有见到韩冲回来 没有啊 怎么了 他不是跟你在一起吗 没有啊 而且他也没在办公室 这孩子做事 一向都很有分寸的 他可能跟朋友在外面伤了 没事的 坐下来一起伤 好 坏了 他可千万别露馅儿 我吃饱了 这孩子 我去看看去啊 不用了 随他去吧 从小到大都被惯坏了 他离家出走的事情 还没跟他算账呢 现在还耍大小姐脾气 有话好好跟孩子说 要不然他更任性 娘 你别什么事都替他说话嘛 古风 少说两句吧 老太太 要不然这样吧 上次 是我把他给劝回来的 也许 作为一个下人 有些话好说 他也能听得进去 我再去试试吧 我再去试试 吃饭 去吧 千万 你这是干什么 这一切本来是属于忍斗 根本不属于我 我根本没有资格待在这里 不是吗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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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再说这样的话了 你小声点 让别人听见怎么办 还有 以后你不准再说这样的话了 更不准再提 你和忍毒对调的事情 他们对我越好 我就越没有办法 在这个家里待下去 我现在不知道 该怎么去面对他们 千尉 如果忍毒死了 你是不是 就不用这么自责了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不要哭了 傻丫头 你还记得 今天那个患肺劳病人的家属吗 我故意跟她说 让她隐瞒她媳妇 得肺劳的事情 让忍冬去救治 你也知道 这肺劳 是传染性极高的一种疾病 我看这么一来啊 忍冬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你怎么这么卑鄙啊 干出这种无耻的事情来 我卑鄙 我无耻 我这一切不都是为了保住 你在谷家大小姐的身份和地位吗 还有 要怪就怪她 我向她警告了多少次了 不让她接近谷家接近你 可她就是不听 说起来我也没有对不起她 当年要不是我一念之人的话 她早就死了 行了 她已经活了这么多年了 也够了 她存在每一天 我就觉得不舒服 她死了的话 我这心里就踏实了 而且你也可以保住你在谷家的身份和地位 顺顺利利地继承他们家的家产 够了 你这个恶魔 出去 现在就出去 惹不恶心的恶魔 你给我滚出去 好了好了 我不刺激你了 你平心见气地好好想一想 我这么多年人辱负重 是为了什么 你不要辜负我 对你那一瓶无心 别碰我 出去 好好好 我走 我走 滚 好好好 感觉怎么样 好 要来 你屋里屋外都熏完了吗 我都熏完了 你怎么了 你没事吧 我没事 我应该是刚才 珍酒完有点太累了 大姐 起来 先把药喝了 快点水洗一洗啊 我让你别治 让你别治 你看 现在怎么办 你别碰我 别碰我 你离我远点 我让你别治 别治 你赶紧洗洗 快 都是你 都是你 让我看看 不行 有些血都干了 我帮你擦一下 来来来 不用 不用 你离我远点 离我远点 真是的 这可怎么办 让我看看 我说过你离我远点 我担心 你还担心 我还担心你呢 让你别治 这可如何是好啊 这个 韩冲 你不用这么担心我 你别忘了 我小时候吃过百年和守屋的 我一定不会有事 是 是吗 还有啊 这件事情 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你替我保密 好吧 你这儿还有血呢 快洗洗 快洗洗啊 老天保佑 千万别让任东染上肺牢 千万别让任东染上肺牢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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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 冯总 你可回来了 叔叔 你怎么还没走啊 我说你怎么这么朽了 这么晚才回来 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你看 怎么流这么多汗 您不用担心我 我是跟韩冲一起去的 那行 来 坐下 我没事 休息一会儿 没事 孩子 你今天 看的那个患者 得了什么病啊 他只是风寒感冒 不是大病 那就好 你不知道我现在有多担心啊 我今天下午啊 听说这附近的村子 正在闹那个什么肺牢 这病可会传染的 如果这病传到城里啊 那就了不得了 我急得呀 对了 孩子 我跟你说一下 如果遇到肺牢患者 你不能亲自给他医治啊 你就照着那个清元堂的药方子 你就直接开药 记住了没 我 我知道了 好 不知道那个患者的血 会不会传染到我 如果万一我已经带病的话 那我 还好是梦 好 可是为什么 我被那个女人喷到血之后 就浑身不舒服呢 我会不会是 任冬 任冬 你怎么来了 任冬 我看昨晚一夜没回家 所以担心你过来看看 你怎么一直渴呀 我没事 我只是被呛的 任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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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陈正定 你干什么 任冬 任冬 陈正定 你干什么 你抱着他干什么 任冬怎么了 他晕倒了 任冬 他怎么会晕倒的 我不知道 刚刚还在和我说话 就莫名地晕倒了 对了 对了 你昨天和任冬去哪儿了 他怎么会得病的 昨天 昨天昨天 任冬 他 他不会真的感染肺牢了吧 你说什么 任冬怎么会感染肺牢 你把话说清楚 他昨天本来就有点感染风寒 可是偏偏后来 还要去医治那个肺牢患者 对了 陈正定 你干嘛去啊 我送他回去 不行不行 要送我送 我送他回秦人堂 给我给我 你让开 想到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和我争 你又不是不知道 谷家奶奶体弱多病 而且她都讨厌任冬 你不知道吗 你觉得她会接受她吗 与其在这和我争吵 你还不如赶快请谷大夫 过来给她医治 用道理 我去秦人堂 古大夫 古大夫 太好了 太好了你还在 韩冲 你怎么来了 是啊 到底什么事情弄着急 是任冬 任冬他可能感染了肺牢 现在昏迷不醒啊 肺牢 对 古大夫 你赶紧去陈家看看任冬吧 不行 你这说的是什么傻话 韩冲 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呢 这肺牢是传染性疾病 你让古大夫去医治 咱们清元堂还有那么多病患在等着呢 万一古大夫去了以后他自己传染了该怎么办呢 可是任冬现在昏迷不醒啊 再说 现在也不确定他是否真的患了肺牢 我们请古大夫过去看一看吧 古大夫 我求求您了 你救救任冬吧 我给你去 我给你去 古大夫 不许你去 娘 不许去 娘 我是个大夫 救人是我的责任 你怎么阻止我去救人呢 我就是不许你去 任冬现在还不确定是不是肺牢 就算真的是肺牢 还没有到发病期 不至于传染 你放心吧 你别忘了 他是害死我们孙子的人 我就是不许你去 娘 我是个大夫 最重要的是医德 不能见死不救他 所以 我必须要去救人冬 对不起了 好 你 你 娘 奶奶 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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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老夫人没事吧 你放心吧 娘那边我去安抚 你自己小心点啊 好了 麻烦你了 古大夫 反正现在 我也没有时间 要不然我跟你一块去吧 好好 走走走走走 哎 哎 对不起